各位,拍案驚奇之零三粗草的奇闻 上一次讲到 马云荣小姐的怪病 到了非常险恶的阶段 他父亲马绍卿和在病中的夫人 最终想出另外一个新的主意 就是在征求明依的告示里面 加入一项金钱以外的奖赏 说如果医好的女儿怪病 那个人是未婚的男子 就招她为世 中年老年一 就使个女儿拜为义父 如果是女性 就或者结为金男姐妹 或者拜为义母 就结为通家知好 告示也换了 蒋三郎第一个认证 正是时候了 马绍卿为了了解蒋三郎的身世 先和他谈计 最终双方都满意了 蒋三郎的马上告辞 三步走完两步 一条气走到回马月溪店的后院 即是他落脚的地方 嘿嘿 马上拿了那束 小心收藏的红色仙草出来 各位还记得 仙草一共是三束 白色的束 蒋三郎自己用了 那黑色的束呢 又用了 怎么用呢 哈哈 一会儿再说给你听 那现在他拿了出来的束 就是红色的 他用一块干净的包袱 包得齐齐整整 然后又整理一下衣冠 好了 一出门 再赶回去马智院堂 再次敲响马家的大门 那蒋三郎这次再来呢 马家已经有了准备 就不用老门公通报 那马绍兄 已经在客厅上传言快点请他进来了 那蒋三郎急急的走到入客厅 向马绍兄走到离 唉 马绍兄走到离 什么说话 什么说话 三郎请坐 这 啊 三郎 你办事真是迅速 你说过一阵就赶回来 果然这么快就回来 哎 哎 那些仙草拿了来了 啊 拿了来了 啊 掌三郎 掌一掌手上的包袱 什么 就在这 这 医病就好像救火一样 有时候啊 还难过救火 在下怎么态慢啊 哦 哦 马绍兄 马绍兄 见他手上的包袱 不怪手臂那么粗 同时得过一尺长度 非常轻巧 哈 看来就很少分量的 哦 三郎啊 唤得这么少少仙草就可以了 哦 不是原来 灵弱就不需要多 不灵之弱 就算是给一车你都没用的 哈哈 是是是 没用 哈哈 哈哈 啊 马绍兄听到 都笑起上来 马个额头 说说得对 那事实是 对啊 于是他就请掌三郎打开来看一下 好 那个包袱一打开 他就见到是一束齐齐整整的干草 嗯 不类和 赶麦赶 殊非谷之难知 气腻无香无臭 雄光隐隐见奇 哼 马绍兄见到 孙草并无恶色意味 又没有什么特别 想着都不会伤害到个女儿的身体 于是他又放心点 因为以前的药 往往用了 反而加深他的病状 啊 那是了 三郎啊 那要怎样医治法啊 哦 医治的方法很简单 用一只大锅 装满水 放些仙草下去 煮滚水之后 就是熬它半个时辰 如果小姐闻到锅里头有香气发出 就是请它坐近的锅边 尽量吸入那些气味 那半个时辰之后 那些仙草就会完全融化在水里面 那就可以用浴盆再起些药水渠 拿来洗小姐的患处 那些水越热就越好 那当然 以能够忍受为道呢 不妨这样 洗手洗脚先 觉得有效了 然后才去洗臉 那跟着呢 再浸着全身来洗 哦 就是这样 是 好好好 再叫蔣三郎 仔细地教他 怎样战略和浸洗的方法 重复又重复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那就吩咐雨量 好小心地捧着仙草 进去后堂依法炮制 那马少兄在客厅室陪着蔣三郎聊天 客厅里头那张桌子 一早就已经摆设了个茶局 摆了几色干果 几色蜜蘸 又有笋干啊 肉桃啊 都是些送茶的东西 那他们两个有谈有讲 一路在这等 等女头将马小姐用浴之后的反应点报告出来 是呀 那以前我都讲过的 蔣三郎口齿凌利 又做惯生意 好识讲说话 个样又生得好 那他穿舟过散 见到有趣的事又多 哈 说出来呢 就灵石生动的 那在谈谈之间 马少兄觉得他真是不错 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些事 什么事呢 马少兄呢 就怀疑那束这样的干草 是不是会有这么大的功效 如果没有效的 那女儿的病 那女儿的病就会更加没有希望 而蔣三郎 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束先处的神效 所以他就不会怀疑这一点 他只是担心自己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福气 忽然间承受一份降众的天赐厚礼 好了 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左右 正当马少兄和蔣三郎两个国怀心事之際 忽然间有个小丫鬟出来 向马少兄稳报 等老爷 夫人出来客厅 啊 什么啊 夫人 你说老夫人 要是夫人 是 是我啊老爷 不是老夫人 嗯 蔣三郎只知道马家有位老夫人 也都已经见过那位老夫人了 嗯 那他还以为马少兄的夫人已经不在书 啊 现在忽然间听见说夫人出堂 他不理那么多 立刻起身低低头 向着有声那边作一行礼 马少兄就很开心啊 夫人 今天这么好兴致出堂啊 我正在陪客 哦 我知道 我也想见一下这位客人 所以我就以路迈路地闯出来客厅 啊 这位就是蔣先生了 唉 请坐啦 不用客气啦 坐啦 哦 多谢马夫人 蔣三郎借过之后 坐回来 坐下 马少兄的夫人 也都在令设的座位书坐 那就由跟着他出堂那两个侍皮照顾着他 那是啦 因为他经常有病啊 因为他经常有病啊 那蔣三郎这个臭呢 看一看他 看见到这位夫人四十多岁左右 容貌清佛 神情和善 看他的面色就不像是经常有病啊 哦 不听见他说要见一下自己啊 啊 不知什么头什么路呢 所以他就不敢乱说话 哦 夫人 你今天的精神很好啊 啊 怪不得这么好兴致啊 呃 喝杯茶 相信都不紧要的 啊 啊 不紧要 我还要吃点点心啊 哦 好啊好啊 哈哈 马少兄一边叫侍皮拿些茶和点心 放在夫人旁边那张茶几书 另一方面呢 他就说 哈哈 夫人今天好胃口啊 是啊 啊 老爷啊 讲一件歧视给你听啦 哦 什么歧视啊 嗯 刚才 我在房子 就在床树 半睡半醒地靠着在这里 忽然间 就闻到一阵 从来未曾闻过的香气 那我就问那些丫鬟 插了些什么花啦 啊 他们个个都说 今天花瓶的花没有换到哦 那我又问他们 呃 呃 闻不闻到有香气啊 那他们个个都说 什么都闻不到 那我一时好奇 我就起床 扶着一个丫鬟 就去找那些香气的来源了 哦 一直去到云蓉那树哦 啊 原来在浴室的火炉上面就占着药 那些香气呢 就是由锅里头飘出来的 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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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蓉呢 哇 小兄好心急啊 啊 云蓉呢 正在坐在楼边那张椅树 慢慢地嗦那些香气 啊 他一见到我进去 就问我 有没有闻到那些香气了 那我就告诉他 我是跟着那些香气 找到进来的啊 唉 他一听见这么说 他就笑啦 唉 云蓉啊 笑得不知多开心 可怜他十几日都没出现过的笑容 刚才居然笑回啦 啊 云蓉笑? 他 他真是笑? 是啊老爷 哦 他 他笑 那 那 那 马少卿一边问 一边那些眼泪溜流 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爱的女 呢 这次有得救啊 他真是欢喜 欢喜到哭出来 那夫人见到丈夫流泪 也都跟着流出两行热泪 是啊 老爷 文蓉 文蓉他真是笑 哦 那 这对老夫老妻对爱女的病情 怎样担心 就在这几句短短的一问一答之中 完全表现出来 啊 父母爱子女之心真是无所不至 啊 这种这样的情形令到在座的掌三楼 都感动到几乎哭 那夫人停了一阵 喝了一口茶 啊 老爷啊 你猜雲蓉听见我啊 跟着那些香气找到去他那一树 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啊 原来当时在浴室里头的雨量和丫鬟 个个都闻不到什么香气啊 他就觉得那些香气不仅是香 而且吸入心脑里面 觉得很舒服 啊 不知为什么 我吸到 我都一样啊 我已经在浴室里面坐了很久了 我都吸了不少的香气 唉 一吸了之后 真的整个人精神了 后来 又听见雨娘说 那些仙草是怎样来的 为了这个缘故 我就出来见一下这位掌先生 真正的缘故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掌三郎这个时候呢 笑了 哦 这些都是因为夫人和小姐有先缘 所以闻到香气 都一起受到仙草之益 哼 其实在下月前曾经来过贵府 有幸拜见过老夫人 但是 就无缘拜见夫人 哦 哦 是是是 月经身体近年 事事件捐桌 每样都提不起精神 胃口流差 天天都是睡觉的时候多 極竟能对有今天个很好的兴致 是的 一定是三郎的仙草 对她都有益处 所以会这么精神 那这句说话 连华夫人都觉得对 那她们三个人正在谈的时候 有个丫鬟 叫做调琴 就由后堂走到出来 哇 你看她 上气不接下气 老爷 夫人 真是大喜事 什么大喜事 小姐 用仙草的药水洗面 洗到边树就好到边树 痛到止了 又不衡养 那些血清了 濃都没了 真的 是的 真的老爷 哦 那就好了 真是借天借地 夫人开心到立刻站起身 啊 那条琴啊 那小姐洗完身了吗 哦 稟夫人 未曾 小姐见到仙草的功效这么神奇 就叫奴婢快点出来稟布 等老爷和夫人早点放心 哦 那真是好 那你快点去稟布老夫人 快点啦 哦 回稟老爷 小姐已经叫侍书去了稟布老夫人了 哦 好了 啊 阿彌陀佛 这次就真是借天借地了 老爷啊 你好好地招待掌先生先 我进去里面看一下云荣啊 是这样掌先生 你随便坐啦 失陪啦 啊 请 那马夫人说完之后呢 就高高兴兴地扶着那个布信用丫鬟调琴 急急就走回到内堂了 那 那 现在说回马云荣小姐 她的怪病真的来得快就去得亦快 啊 那些仙草熬出来的水 是粉红色 她一洗过 啊 今天浓血全天 幻处就结了一层薄薄的椒 啊 三日之后啊 那些薄椒和一层表皮脱了 再用香汤洗过之后 新生的一层肌肤 白鲁透红 半点瑕疵都没有留下 真是更漂亮过未病之前三分天 那马家上下人等 都很开心 真是好像拨开云露见青天一样 啊 总之那种欢恩呢 就不是说话可以形容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 马少兄就将蒋三郎待遇上登 不让他在马月溪店住了 接了他回来马智院堂 住在书房 那一方面呢 就是积极筹备分事了 啊 那马云荣知道这个消息 自然就叫近身的丫鬟去打听一下 这位未来的新郎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哦 而呢 话那么快就有消息 哦 知道原来就是那个自己曾经在楼头 看着街市见过 而且他又曾经进过来家中 买过囚段用品的那个俊肖郎君 哎 好啊 他自己也都非常满意嫁到他 开心 没多久佳期已到了 马少兄认为值得双重庆贺 每一样东西都不疏 每一样东西都不疏钱 将他婚礼都会犯到非常之热闹 如果亲戚朋友见到一对新人 男的 男的 即是掌三郎 就好像潘安在世 女的 即是马云荣 就好像妻子同生 啊 个个都说一百年都未必会见到一对这么登对的夫妻啊 哎 好啊好啊 啊 那掌三郎的老友 前小月 古一丹 何少聪他们几个呢 不用说 当然都是婚礼的嘉宾呢 那他们过后说起 初时开玩笑 就叫掌三郎做掌护马 啊 谁知现在他被马口镇的马少兄隆重招聚为世 娶了那位还娇贵美丽过真公主的马小姐为妻 哟哟 真是跟做了辅马差不多的 那就是了 因为他外府大人马少兄是富甲一方 又没底 哟哟 以后真是不用休了 这段真是奇缘 那这件事呢 连就算稍微知道多少来龙去墨的何少聪 都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抵运的 那掌三郎和马云荣成了婚之后 非常恩爱 真是善杀旁人 那灵狐三竹草这件歧事 讲到这书呢 就似乎可以大团圆结局了 哟哟 但是细心的听众 知道还有下文 为什么呢 因为胡精送给掌三郎的仙草 有一束始终未曾出现 就是那一束黑色的 那如果故事在这个时候结束 就应该叫做凌狐两束草 所以 我有必要向听众交代 那原来掌三郎 他和胡精离别之后 回到黑店用那束白色的仙草 医好自己的虚弱病 那过了两天 他就医照胡精临别那时 在耳边的竹库 拿了那束黑色的仙草出来 就关门 拿个包袱占住 然后用手插它 那束黑色的仙草呢 就很脆薄 很容易插到碎了 插碎之后 就用桌子包住它 就放在森树 跟着在树等 等面 就等胡精祝福他的月日时辰来到 没了 到那个时候 他就带了那包黑色的仙草粉末 若无其事地 走到马智院堂后座的后花园外面 哈 刚刚站定脚 又听到后花园里面 传了一阵欢笑的声 嗯 当然是马云荣小姐和那些丫鬟 在后院里面还洒 啊 那胡精吩咐过来依庶杀那些仙草灰 不知道有什么用意呢 他又说到时你坐我一阵东风 哼 我又不是要火烧赤敌 那要东风来做什么 那张三郎想极也想不到 哈 忽然间听到里面的小丫鬟喊吵了 啊 小姐当得真是高了 嗯 知道云荣小姐原来在里面打鲜钞 那他忍不住就就单高头望上去 见到红影一闪 里面的鲜钞荡到高高 在围场外面都看得到 他正就整顿精神 等小姐再次荡起一阵看清楚一下他 啊 忽然间有阵东风 吼吹过他耳边 那他当堂醒起灵狐的说话 快快拿在身上那把黑色的粉末出来 在风中一样 噗 噗 我的粉末被风卷了去 还刚刚后院里头的鲜钞荡起 兜到正那阵风 那跟着呢 他就好像听到马云荣小姐打了个黑痴 就是这么多事 还有三郎当时不知道那些黑色仙草 这么厉害 要马小姐捱这么多苦 如果他当时知道呢 唉 我相信他可能不会忍心下这种独守的 不过他现在总算如怨以上 和马云荣结为夫妇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了 各位 凌湖三畜草 已经全部讲完 多谢各位收听 再见